那前面两讲 我们是从历史和人口的角度去看未来 那这一讲呢 我会基于对国家政策的学习 说一说我对未来的理解 那这三讲都是为了帮你更好的判断局势 我们说的是怎么看的问题 那后面两讲 我会教你怎么干 2021年很多人都有一种感觉 原本很确定的事情 却遇到了很多变化 似乎不那么确定了 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 至少从政策来看 未来已经高度透明高度确定了 甚至可以说 现在唯一确定的就是确定性 那你肯定有疑问 确定性在哪呢 你只需要记住四个字 国强民富 那这一讲呢 我就来回答你 为什么这国强民富四个字 代表了这种确定性 你可能会问 那国强民富不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追求吗 那现在的政策跟原来的政策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很大 那过去呢 大家都不富裕 所以国家想的是 怎么能让大家有钱赚 哪怕是只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那这些先富起来的人 会带动更多的人走向共同富裕 还有啊 因为过去别的国家比我们发达 所以我们总是想跟别人学 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 这叫做跟国际接轨 那过去这种鼓励 发家致富 努力学习国外的做法 成功不成功呢 很成功 中国经济的活力 一下子被激发出来了 那既然这种做法很成功 为什么还要想转型呢 因为虽然过去成功了 但是现在遇到了很多新问题 那有些做法就需要调整 什么新问题呢 我们就拿曾经快速发展的互联网 和教培行业来举个例子 很多互联网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 掌握了大量的数据 那这些数据可是能直接赚钱的 比如一个人刚刚陪着妻子去医院 做完运检 还没有出医院的大门 就可能会接到好多短信 有卖尿布的 有卖奶粉的 这是为啥 因为这个人的数据 已经被卖给那些商家了 还有啊 一些掌握了大数据的公司 可能会杀熟 过去的产品和服务 对所有的用户都是一个价格 但是在互联网时代 有一些企业 它会对每一个用户 制定不同的价格来赚你的钱 那你想想 这样做企业是赚钱了 但是国家变得更强大了吗 用户得到保护了吗 都没有啊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教培行业 平心而论啊 教培行业 有很多非常有理想的企业家 也提炼出来了 一套非常有效的教学方法 你想啊 连奥数那么复杂枯燥的知识 培训班都能想办法教会小孩子 多不容易啊 那为什么被整治呢 因为资本进入之后 原来的理想变了味道 过去政府发展民办教育机构 是希望民办教育 能够成为公立教育的辅助 孩子们在学校学习知识 那如果有些孩子 想要学习一些其他的技能 比如说拉小提琴 那就需要民办教育机构 来满足了 可是当大量的资本进入之后 有一些民办的教育机构 就开始用高价 去招成绩最好的学生 和教的最好的老师 那这么以来 民办教育机构就变味道了 可以说啊 教培行业之所以陷入了困境 就是因为忘记了初心啊 我对很多企业家 都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 你这个企业的星辰大海是什么 你也就是说 你归根到底追求的到底是啥 但是说实话 很少有人思考过这个问题 那大家都能讲出来 自己的创业历史取得的成就 都能够讲出自己的目标 比如说企业要做大 要上市 要成为独角兽 但是回答不出 这家企业的星辰大海是什么 可是你想一想 上市或者不上市 对中国经济 对企业的长久经营 有那么大的影响吗 同样的 如果你要找工作 想进入一个好赚钱的行业 那你也得先想清楚 这个行业能持久吗 这个行业的钱赚得踏实吗 想把这些问题想清楚 就要记住四个字 国枪民符 如果你想做的事情 和这四个字挂钩 那你就能够获得的支持更多 为什么呢 我们来详细说说这四个字 为什么要过强啊 因为国家强大了 才能维护自己的安全 这里面也包括经济安全 那现在从外部来看 美国还是把中国 当成最大的竞争对手 我们可能还会遇到像 疫情啊 极端天气啊 等等这样的外部冲击 那安全问题 就会变得更加迫切了 在安全问题面前 很多事情的重要性的排序 就会改变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像科幻电影一样的场景 当灾难出现 你不管它是地震也好 海啸也好 或者是战争 总之安全得不到保证了 那这个时候什么最重要呢 当然是跟生存有关的事情最重要 农民能种出粮食 这就很重要 铁匠会打铁 这也很重要 但是完成企业的兼并和收购 虽然这也是个才能 但是在重要的程度上 就会往后排 那类似的道理啊 出于安全生存的考虑 中国会把重要的产业的重要生产环节 都梳理一遍 补上短板 不能被别人卡着脖子 中国会把供应链做得更加稳健 更能扛得住外部的冲击 中国需要在技术创新的方面 占领新的制高点 你看 这些都是跟国强有关系的 那民俗怎么说呢 我们先解决了温饱的问题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 也出现了收入差距 逐渐拉大的问题 但是政府呢 它一定是要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所以它特别强调共同富裕 那我这几年的调研 就有一个明显的感受 就是基层百姓 对政策的支持程度 是非常高的 所以记住 国强民富这四个字 对个人 对企业都非常重要 如果你清楚 你做的事情跟国强 跟民富有什么关系 那就意味着 国家会支持你 群众也会拥护你 你就可以放心的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但是如果你想不出来 自己做的事情 跟国强 跟民富有什么关系 那对不起 你必须回去 把这个问题 认真的想清楚 我们再去看看那些 跟国强和民富相关的行业 他们都有一个特点 也就是他们不去占人们眼中的C位 他们更关心自己的生态位 他们不强跑 也不会犯规 而是在自己的领域里面生根 他们赚的不是快钱 而是慢钱 我跟你讲一个正面的案例 今年我有去采访集飞 就是我在第一本变量里面讲到的 在新疆做农业科技的无人机公司 他们用无人机帮农民撒药 也用无人机测回农田 那就积累了很多 关于农业生产的数据 好 那要是沿着传统的互联网企业的思路 那这些数据可都是宝啊 比如可以搞一个平台 利用这些数据 卖种子 化肥 农药 让农民开店 卖货等等 他们还可以利用这些数据 来预测农业的收成 那就可以做金融保险服务了 可是集飞认为 这条路是坚决不能走的 为啥 因为这些数据归根到底不是集飞的 它是农民的 甚至有一些跟国际民生相关的数据 那应该是国家掌握的 如果你想通过垄断这些数据来赚钱 看起来赚得很容易 但是这个钱赚得不踏实啊 所以集飞选择的是另外一条 更难的路 也就是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 拿出更好的产品 而且还要不时的自我革命 那就不是给自己找罪受吗 但是这样赚钱才更踏实啊 企业的发展才能够更加持久啊 那按照国强和民富的标准 我们可以替很多行业反思一下 看看他们未来到底还有没有机会 比如说吧 房地产行业的未来怎么样呢 在我看来房地产行业过去的那套模式已经不行了 过去的房地产就是拿地盖楼再把楼卖掉 甚至楼都没有盖好 钱就已经进了房地产商的口袋 他可以拿这个钱再去扩张 结果就是房价越来越贵 在北上广深 房价和收入比已经达到了30倍 也就是一个年轻人得奋斗30多年才有希望买到一套房子 这一代人都变成了房奴 幸福感就没有那么高了 那过去 如果经济情况不好 国家可能还得用房地产来刺激经济增长 可是2020年以来 尽管遇到了新冠疫情 调控房地产的政策 却丝毫没有送赌 那这背后的逻辑是啥 按照国强民富的标准来判断 就是因为原来的房地产模式 既没有办法让国强 也没有办法让民富 所以就要改变原来那种商业模式 那我们再来看看教培行业 如果和升学挂钩 和公立教育直接竞争 那教培行业就没有前途 但是如果教培行业换一个思路 那可以做的事情就太多了 孩子们过去都去上补习班 天天刷题 运动不够 身体素质差了 那么以后体育体能方面的培训 会不会慢慢多起来呢 还有啊 过去培训就是为了让学生考上大学 可是很多大学毕业生 因为工作技能不够 最后也很难找到工作啊 好 那如果教培行业不是教人刷题 而是教人提升职场的经验 和工作的技能 那很可能会受到欢迎啊 好 这一讲快要结束了 我们总结一下 这一讲 我们重点说了 国强民富这四个字 未来的确定性就在这里 你也能在其中找到很多的机会 听了这一讲 你可以想一想 你的星辰大海是啥 和国强民富有关系吗 欢迎你在留言区里面 跟大家分享 那前面三讲 我们聊了未来的趋势 是告诉你怎么看 那接下来两讲 我们要说说怎么干 我要教你一个重要的生存策略 腾罗 腾罗是啥 怎么实现呢 咱们下面慢慢聊 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觉得自己的实力不算差 但是遇到了一个看起来比你更强大的对手 或者呢 你有一个非常宏大的目标 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 会遇到极为严峻的挑战 那怎么办 放弃吧 不甘心 硬冲吧 很难干成 你就会觉得进退两难 无所适从 那到底该怎么办 这就要用到腾罗的策略了 腾罗的策略 能够帮助我们扭转形式 反败为胜 那腾罗这个词啊 它是从围棋里面来的 下棋的时候 一个棋手可能会发现 对手的力量在局部超过了自己 那这个时候 你要是认怂 会失去反败为胜的机会 应怼呢 可能会全军覆没 那该怎么办 高明的棋手会选择腾罗 他会在另外一个地方下一个字 他下这颗子的时候就想清楚了 这颗子可能是要放弃的 但是这颗子一下就扭转了局势 为什么呢 你看 我这颗子 你跟还是不跟 你要不跟 那我就作火了 跟 那我就变被动为主动了 我这一腾罗就开辟了新的战场 而且我还有可能把这个新开垦的根据地 跟我原来的地盘连在一起 那就更有机会反败为胜了 一腾一挪 死骑就变成了火骑 简单的说 腾罗的思维 无非就是先顶住 再铺开 最后连成一片 这其实可以拆成三招 哪三招呢 第一招 找到破局点 第二招呢 我打我的 第三招 改变约束条件 接下来呢 我就一招一招 给你演示 那第一招 就是要找到破局点 这个破局点 得是你的优势 你要打掉敌人的嚣张体验 耐心地等待反转的机会 那这个破局点呢 也是对手的劣势 你别看他的地盘 看起来更大 但如果战线太长 他可能是守不住的 那为什么一定能够找到这个破局点呢 因为竞争从来都是多维度的 比如就算是跑步 也不是只有一种比赛啊 那短跑冠军可能跑不过马拉松冠军呢 马拉松冠军可能跑不过越野赛冠军呢 越野赛冠军可能跑过跨栏的冠军呢 蚊子不像狮子那样 有锋利的爪牙 但是狮子也不能像蚊子那样 能够在天上飞啊 所以只有把竞争看成是多维度的 你才能够找到破局点 海底捞 这家企业你肯定知道 那你为什么会记住它呢 是因为海底捞的食材最好吗 这不一定 因为食材新鲜的餐厅多了去了 那是因为海底捞的口味最好吗 这更不一定啊 因为食客的口味可是千差万别的 海底捞之所以被记住 是因为他们的服务很有特色 等位的时候会给你倒茶送瓜子 你要是过生日 店员会一起来庆祝 你看海底捞就是把这个特色服务 作为自己的破局点 形成了自己的优势 好 那第二招叫我打我的 这是解放军总结出来的经验 解放军的打法概括起来就是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打得赢就打 打不赢就跑 好 那解放军的对手 比如说国民党军队的思路呢 说白了 他们还是沿用了 师宜长计以致宜 也就是学习外国先进经验 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可是这就不是我打我的 而是我打你的 你总是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 那就难免被动挨打 在抗日战争期间 国民党的著名将领 副作义就特别的感慨 他发现和日军交锋之后 自己部队的每一步反应 几乎都被日军算计到了 那是因为国民党部队 过去所学的军事操点 都是来自日本 装备不如日军 官兵的军事素质不如日军 战术又完全照抄 那哪有不败的道理呢 好 那你再看看解放军是怎么打的 1947年 蒋介石派兵去打 山东根据地的首府林乙 好啊 那我们就避敌锋芒 撤出林乙 蒋介石以为解放军打了败仗 其实解放军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下了一个棋子 他们在来吴包围了国民党李先舟的部队 三天之内 坚敌五万六千人 大获全胜 你看 这就是腾挪的智胜之道啊 我调研过的一些企业 非常明白这个道理 其实就是根据优势 选好自己的赛道 按照自己的节奏 坚定地走下去 比如 我们在后面的课程中 会说到的 吉飞和同坤这两家企业 他们的做法 就是典型的我打我的 做无人机的吉飞 选择了农村 这个广阔的市场 生产迪伦长丝的铜鲲 非常有定力 四十年只做一根丝 这都是我打我的 那我们在后面 也会详细的 再跟大家讲一讲这些案例 第三招 我叫做改变约束条件 经济学解题 总是要在约束条件下 求出最优解 可是现实中的约束条件 太多 变化太快 能求出来的很可能 不是最优解 而是次优解 甚至是次次优解 那怎么办 其实啊 这里面有一个思想上的盲区 我们往往会忽视 这个约束条件 它是可以改变的 那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你可以先放一放 先解决另外一个问题 当到时机成熟了 当前的问题 也就自然迎刃而解了 我们中国有个成语 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意思就是说 这种就事论事的治疗方案 经常会不管用 所以可能治头疼的办法 反而是拎一桶热水来泡脚 可能有人要问了 现在拖着 以后就能够把问题解决吗 这个取决于你怎么干 清末上人胡雪岩谈起来生意经 喜欢说八个坛子七个盖 盖来盖去不穿帮 这就是生意 其实啊 他并没有把这里面的道理说清楚 如果八个坛子只有七个盖 全靠盖来盖去不穿帮 那可能只是一个庞氏骗局 真正的办法 是通过这样腾挪来争取时间 争取出来的时间 足够到山上伐木 再做出来一个盖子 这才真的会不穿帮 所以我总结出来的这三招 也就是找到破局点 我打我的和改变约束条件 有的时候呢 你需要组合起来使用 有的时候呢 其中的一招就能够帮你解决问题 你要理解之后灵活地运用 今年的核范报告 我对很多问题都进行了思考 我发现只要我们利用腾挪的思维 重新发现优势 改变约束条件 很多问题都能找到新的思路 你看我们正在跑步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老年人越来越多 但是老年人多了 那发展老年产业的机会就更多了呀 老年人不仅不是社会的累赘 而且还是宝贵的财富啊 再比如中国的一线城市都很发达了 但还需要乡村振兴啊 可是人都从村里面走出去了 你怎么振兴乡村呢 我们把一约束条件改变再来想 现在基础设施比原来完善了 原来住在村里的人是搬出去了 可是又有另外一些人去了农村呢 做农业 做民宿 做得红红火火 那这不就给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思路吗 这些问题原本看起来好像无解 但其实到处都有腾挪的机会 那之所以看起来无解 是因为我们把很多约束条件锁死了 我们想在规定的时间里 按照过去的做法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几乎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跳出来过去的条条框框 就能够找到新的思路 新的机会 你有没有发现啊 越是大国腾挪的空间越大 机会就会越多 腾挪这个策略 似乎天生就是给大国的企业 大国的公民量身定制的生存策略 咱们这一代中国人 大部分都算是腾挪的一代 出生在一个城市 在另外一个城市上学 毕业之后呢 可能会换好几个城市工作和生活 这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都已经习惯了 可是你想过没有 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给国民提供 这样广阔的腾挪空间啊 所以今年我观察中国的一个重要视角 就是看在整个中国的舞台上 人们是怎么腾挪的 比如我今年采访了几个音乐人 他们告诉我 原来到北京当北漂的文艺青年 好多都离开北京了 原来的画家村啊 诗人村啊 都日渐沉寂 那这些人 有的去了成都 去了大理 还有好多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小镇 结果创作出来的作品 比原来更好了 所以还是那句话呀 国家大了 人们腾挪的空间就会大 大家都能够找到 最利于自己发展的位置 好的 总结一下 这一讲 我们重点说了腾挪的策略 当你遇到挑战 或者暂时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位置 除了放弃和硬着头皮冲上去 你还可以选择腾挪 我们把腾挪又拆成破局点 我打我的和改变约束条件这三招 在年度报告里 我会把这个策略贯穿史中 用很多案例来教你如何应用它 这是一个特别适合腾挪的时代 如果你善于运用这个策略 你就有可能赢得更多的成功机会 听完这一讲 你也可以想一想 你有没有在生活和工作中 应用过腾挪的策略 那你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欢迎你在留言区里面跟大家分享